作词 李宗盛 命运白白如星 梦境里 谁人意 斜阳落空手回忆 相思何处忘记 战不断爱情死伤 如果失去它 何必独把天下 即使相爱无远无悔 只为你牵挂 空间无难乱 谁人与我交 心似箭似箭 想将天到地 打着能无常 相守到白发 灬感 来来来来 行 来来来来 干 来 来 你不是要回鲁阳大营找你兄弟去吗 怎么还不去 我不能走 刘璇不是要封赏我吗 等他赏了我再走 大哥 再催催他 他是皇帝 哪有催人家赏的呀 皇帝 当初带领我们起兵图大事的 是我博生大哥 他刘璇有什么能再当皇帝 事已至此 除这些还有什么用 说出去不是给人添化饼吗 刘璇封了你跟刘旨刺他们几个 你当然无所谓了 怎么不替我们想想 出生入死的什么都没有 你还帮刘璇说话 说的什么话 陛下封赏 我还能塞回去不成 大哥 我先走了 刘家 刘家 你看你这嘴巴 大哥说多少遍 你就是记不住 这件事情能怪刘家吗 我说什么都不对 算了 找朱佑喝酒去 走 吉尔 吉尔 走 咱们也喝酒去 这 这怎么都走了呢 谁陪大哥喝茶啊 大哥 我 我不是在这儿吗 我陪你喝 你说 这个季哥 也不是急功耗利的人 这一次怎么回事啊 这件事情也不能怪他 这次攻打晚城 他的队伍里死伤的弟兄最多 他去逃赏 是为了死伤的弟兄的家眷着想 但他这样口无遮拦的 我怕到最后啊 真的会出大事 你放心吧 这次攻打汝南 我把他带在身边 打汝南 我也要去 对 大哥现在兄弟多了 不需要我了 你用激将法激我是吧 别以为大哥不知道你这点小心思 不过我告诉你 不行 你上次受了剑伤 我还不知道 向殷实如何交代 好好休息就行了 这次攻打汝南 我再把你带在身边 那你大哥知道了 该把我吃了 没事 我偷偷溜出去 偷偷溜出去 你想都别想 你马上就成为我们刘家的媳妇了 你就在这儿好好待着 陪陪殷实 你放心 等我跟文叔打仗归来 我第一个冲到你们家去 给我三弟提亲 不不 大哥别 我都还没想好呢 不急 你是不急啊 他有人急啊 你也不想想 这文叔都多大了 大哥我呀巴不得 他赶紧把你取进家门 你就在这儿好好等着 到时候乖乖地 嫁到我们刘家来就行了 你们半夜三更地跑过来 就是为了让我听这些 陛下 那刘继还说 说 说陛下之所以动不了刘衍兄弟 是因为还用得着他们 日后等陛下统一了江山 那就用不着他们了 用不着他们又怎么样呢 陛下 在下认为 刘继是弑九之徒 又是一介武夫 他的话不一定可信 你也知道 武夫狂言不必理会啊 陛下所言极是 这刘继他确实是个武夫 可是他一介武夫 又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 只怕这话不是他说的 以他的脑子 说不出这样的话来 难道是 刘衍和刘绣兄弟俩 一谋的时候 被他无意间盯了去 才在军中嚷嚷 大放厥词 陛下 臣还有一事要走 那傅城武城 也归顺了刘继 之前定国公王匡带兵攻打 傅城抗拒拒不投降 直到是刘继前来便如约见证 如今看来 此事早有勾结 大司空所言有理 这是天下未定 还需要依仗那些会打仗呢 如今新军精锐一灭 四方群起而攻之 王莽 以不足为虑 但汉军定洛阳去长安 很快就会像刘继所说的 用不着他们了 那刘衍绝非干于人下之辈 陛下 还得早做打算 陛下 臣一片重心 严禁于此 且慢 刘衍身边那么多人 前呼后拥 你怎么处置 陛下 刘衍此人 成于他的义气 也必将毁于他的义气 刘继不是在等陛下的赏赐吗 臣有一计 就先从他的身上下手 就先上刘衍 杨姑娘 韩姬夫人有要事 请您过去一趟 请二位到大厅等候 我换身衣服就过来 诺 姐姐 这韩姬 找你去做什么呀 还不是想拉拢殷家 不过 他未来可能是皇后 也不能得罪 我去敷衍一下吧 你先去帮我跟博生大哥说一声 姐姐 我得去邓陈叔父那儿 他说 他有事情要找我 我去韩姬那儿也不能配件 我去韩姬那儿也不能配件 你先帮我拿着 晚一些我去表兄家找你 晚上我们去博生大哥家吃饭 好 赶快去吧 刘继 陛下封刺你敢抗命不遵 你是不是吃了狗胆 抗命 抗的是什么命 刘璇当初答应了什么 现在疯了个什么玩意儿 抗威将军 知足吧 那是看在你大哥刘衍的面子上 封你抗威将军 已经是高看你了 少跟我来这套 刘璇是什么东西 打过什么仗 立过什么功 要不是我大哥 凭什么当皇帝 凭什么支持我 回去告诉他 这封赏也有不要 刘继 辱骂陛下 你想造反吗 刘继 刘继 这是在你大哥里面的地方 你还在哪里面 在刘璇面前 像条狗一样的摇尾巴呢 我摇尾巴 你也就是在你大哥刘衍的保护下 狂地像条疯狗 回到陛下面前 你还是缩头乌龟 有种你再说一句试试 刘继 松手 松手 这是在你大哥里面的地方 这张相动起手来 日后你大哥没法教练 这样 我去找陛下问清楚了 再论上次也不迟 免得人家说怎么利亏 黎叶 这儿关你屁事 滚 你 怎么 我自己找刘璇问去 当面问 刘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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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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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粘酒 妹妹是女子 总跟着那些男人出征 总归是不妥的 女子嘛 就应该安守本分 像这样 恢复女儿身 才对啊 夫人教诲的事 我自从跟随陛下来到晚城啊 也是累得很哪 风少的那些文武百官 你猜怎么着 他们的家眷一下子全来了 借着谢恩之名 姐姐长姐姐短的 光是帮陛下处理这些事情啊 就折腾得我头晕脑胀的 难得今日清闲 这才邀妹妹过来 一起赏花 看景 放松一下心情 夫人 银姬还有军务尚未处理完成 先行告退 等等 妹妹要不说军务啊 我差点都给忘了 来 把军册拿来 其实今日邀妹妹来 是想请妹妹帮忙的 这里是汉军阵王将士的家眷名册 陛下让我帮忙安置 可姐姐连军职高低都分不清楚 哪里懂得这些 只怕弄错了 那个牺牲将士的亲属子嗣 安排得不够妥到 妹妹心性 又深知军中事物 妹妹 就且帮帮姐姐这个忙吧 对 你听见了 尤其有没有 PayPal 刘绩出事了 刘绩 他出什么事了 陛下奉刘绩被抗位将军 刘绩不服 当众抗命 被张某押去见陛下 说是目无君上 论罪 论罪当战 走 带我去见陛下 说是目无君上 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 放开我 张某 爷爷不怕 你放开我 宫里有什么事吗 张某 放开我 放开我 将军 这好像是诸委大司公安排的 将军还是莫管为好 大丈夫恩怨分明 要不是留眼宽宏相待 我等早已死无葬身之地 退开 诸位和陛下 空要对博生大司徒不利 宫里现在危险得很啊 大哥已经让李懿给叫走了 那现在怎么办呢 你还认识谁 能在陛下面前说得上话 快找人求情啊 好 我想想 对了 英丽华 我现在就去找他 好 快去 诶 博生大哥呢 岑家女儿也在啊 东凤 英丽华呢 姐姐 姐姐四时就被韩姬夫人请过去了 她还没过来吗 好啊 夫人 名册已经全部整理完毕 大司徒家中还有事 银姬就不奉陪了 让你辛苦半日 怎么好让妹妹就这么走了呢 fingers 明明 村上 你还是赞 的 tenho Lana 你们哪有今日 打 刘璇 你这个妄本的畜生 识相的话把爷爷放了 刘璇 当初你逼着陛下封赏 如今疯了你 你又挑三拣四抗之不尊 你当真以为陛下 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纵容你吗 陛下 刘璇如此嚣张 无非是仰仗大司徒刘衍之命 刘伯生图谋不轨之事 也是他自己说出来的 什么 你们害我变害 扯上我大哥做什么 你们 你们想谋害我大哥 你们这帮 刘璇 等着你大哥替你来求情吧 大司徒留眼尽见 大司徒留眼尽见 朕中将军进入身体 兵三中的卫生 大司徒 尊见陛下 陛下 请问刘济所犯何事 大司徒 大司徒 请问刘济所犯何事 那阿强 要不得了 是 刘继在军中屡屡造谣声势 获军心 对陛下心存不满 今日更是当着众人的面 抗旨不遵辱骂陛家 论罪当诛 陛下 刘继少不耕士 还望陛下看在他也是南洋宗室子弟 跟陛下同族的份上 网开一面 求陛下开恩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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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刘继出事了 姐姐 伯生大哥进宫见陛下了 刘眼睛见陛下 关妹妹什么事啊 等等 等等 好大的胆子 给我拦住他 谁敢 伯生 留记所为 朕已经是毅忍在人了 大司徒 当初汉军入城之事 是你刘眼一再陈情 要治军严敏不得循私 如今你劝陛下开恩 分明就是循私包庇 让陛下如何扶重呢 刘眼 当初伤我手臂的时候 你是怎么说的 现在轮到你的人了 你就要坏手说法 陛下 刘继随臣冲林起兵以来 骁勇山战 屡立战功 尤其是这晚城一战 更是杀敌无数 好一个杀敌无数 你的意思是说 只要立有战功 就可以欺君犯上 目虎君主 这天下还未定呢 汉军这是用人之计 陛下 还求陛下宽宏大量 能再给刘继一个折功的机会 陛下 刘继当众辱骂陛下 不杀 不足以立军位 陛下 刘继必须得杀 否则所有将士都可以鞠躬 我看谁敢等他 谁敢斩他 谁敢斩他 陛下 臣一时激愤 陛下 刘继鞠躬自傲 早有不臣之心 击毙已久 诸位 我跟你无怨无仇 为什么要口口声声勾陷于我 你 你 刘继 当着陛下的面你敢动手 陛下造反吗 阿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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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道 快走 他们要杀害你 别管我 走啊 走 温人 刘继 刘继 罪无可赦 你真要保他 谁敢动我兄弟 就是动我刘伯生 长某 我今天让你血债血偿 大胆牛言 咱们在陛下面前请求 来人 保护陛下 我看你们谁敢上前 杀 杀 快点 丫头 打个手 你是个小兵 自苏 妹妹 个恐怕 有必要被侧 这是陛下的剑 谁敢来我 住手 都认不得殷将军吗 退开 八戒 大哥 会为你报仇的 我回来 刘萱 今日我跟你同归于尽 是 保护陛下 大哥 大哥 保护陛下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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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顾我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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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这几日总有些心神不能 我们还是先回晚城 等我把这边的事情处理好 随你一同回去吧 姐姐 你的剑伤复发了 先包扎一下吧 是啊 姐姐 你就先包扎一下吧 刘玄 刘玄这个卑鄙小人 他怎么能把刘延大哥给杀了呢 谁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博生大哥已经把皇位让给他了 同样是刘氏子孙 他竟也下得了手 刘玄 刘玄 他今天把博生大哥给杀了 那接下来 会不会对姐姐不利啊 大哥 你们都下去吧 你们都下去吧 事情既已如此 人死不能复生 这都不是你的错 不是我的错 这当然是我的错 我不敢相信刘玄 我以为他不会杀博生 就算他忌惮大哥 他也不会丧心病狂到害死族亲 大哥 这新盟还没灭 战还没打完呢 博生大哥怎么会被自己人给杀了呢 我们冲林起兵 不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亲人 不死亦争之中 为什么他们那么技不可待 丽华 你根本就不知道刘玄为什么要杀刘玄 归根结底 只能怪刘玄他自己 他就不是一个能做臣子之人 那个刘玄怀揣着一腔热血 没日子知道在那打仗 从来就没有关心过朝廷内部的 儿与我诈 争权夺利 刘玄跟刘玄 根本就是两个立场的人 早晚得拼给你死我活 大小江山那一日 便是他二人同事操割之事 现在只不过是这一日提前罢了 这是谁都无法改变的 无法改变 我眼睁睁地看着爹娘 表姐 表嫂 惠儿 还有博生大哥在我面前惨死 我什么都做不了 好了 丽华 刘玄跟诸葳 既然一心要设计杀死刘燕 我们谁都无法改变 你与其在这里着急 不如冷静下来好好想想 刘玄接下来要对付的人 会是谁呢 三哥 他们要对付三哥 我要去英川 丽华 你冷静一点好不好 李华 朱友以前去府城报信 现在整个阴家都在刘玄的监视之下 秦奇不可再做任何事情 否则的话 少有不慎 不但于事无补 还会给英家和刘秀 招来打获 李华 李华 文书 大哥 大哥 大哥帮不了你了 以后的路啊 就全靠你自己走了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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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大哥 大哥 你去哪儿啊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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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求人 亮 医生 朴渭 你赶快派你去婉城 替大哥报仇啊 祝贼 豪 我只说一句 你现在回去 这是中了刘萱他们的圈套 刘萱 刘萱此时想必已经知道他大哥的消息 你猜他会怎么样 他们兄弟手足情深 刘萱一定会起兵替他兄长报仇 刘萱一定会起兵替他兄长报仇 等他带兵前来 陛下可命他一人前来谢罪 如果他抗旨 就以抗旨谋逆论处 格杀勿论 你太小看他了 刘朽温和谦逊 待人宽和有礼 你看他对将士 对朕的态度就知道 要想解决他 不能用先前对付刘衍的那一套 我们已经杀了刘衍 绝不能留着刘秀 陛下 你可不能有妇人之人 陛下 正因为刘秀比刘衍更具谋食胆略 所以要斩草除根 免留后患 他既不鞠躬也不张扬 你想怎么杀他 刘衍已死 他的那些亲随弟兄和家眷们 就等着刘秀回婉城替他报仇 到时候 只要他有任何谋逆的言论 要杀他 不有的事 好 照你们说的去办吧 好的 嗯 来 姐姐 小叔叔有消息了 说快要回来了 阿羽要回来了 是啊 他来信了 说他快要回婉城了 回来这儿做什么 肮脏血无之地 姐姐 那博生大哥的家人 正在为他安排后事 你现在要过去吗 我现在还有什么脸去见大哥的家人和兄弟们 姐姐 姐姐 刘秀率军回来了 三哥回来了 带了多少人 只有几千人马 全都驻扎在城外 他自己一个人回来的 姐姐 站住 我 你也不想让他 他就在家里 没有 你会更多 我会更多 他也不想到 你会更多 我会更多 我会更多 你会更多 这是干什么 起来说话 李华 大哥跟你说 刘璇之所以要杀刘衍 不仅是因为刘衍功高盖主 刘璇有所忌惮 刘璇更加忌惮的是 拥护臣服于刘衍的人 实在是太多了 刘衍现在已死 我们若在这个时候 站在刘秀的身后 不是帮他 是害他 刘烟已经不在了 刘秀必须要过这一关 不管未来如何 他都需独自面对 刘烟已经不在了 刘烟已经不在了 刘秀必须要过这一关 刘烟已经冲了 把刘烟又出现了 刘烟已经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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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术是一拥十分厚 埋大人 仍然说了 追随 以替兄长赎罪 朕素来赏罚分明 你昆杨退敌 又为朕收复颖川复城 功劳自是不可说的 昆杨一战 皆因众将士们齐心协力 拼死作战 并非臣一人之功 复城也因为陛下之龙威 才现成投降 臣不敢鞠躬 只求陛下开恩 给臣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陛下 此人对你心存不敬 臣自追随陛下以来 从未敢对陛下有半点不敬之心 还望陛下明察 陛下 朕自有主张 退下 本书 你也先退下吧 谢陛下 陛下 不是已经说好了吗 为什么要放他走 放虎归山 后患无穷 陛下 你 他刚立功回来 怎么杀他 有什么罪名杀他 你也想死 你也想死吗 你也想死吗 陛下 顾虑得是 臣只是担心 刘秀表面臣服 日后四季反扑危害到陛下 他 他 他 在宛城 有你们派人盯着 有什么异动 再下手吧 诺 你回城不回家祭拜你大哥 就先去耕水那边请罪 什么道理 三哥 博生大哥是被诸位李懿害死的 我们等你带咱们到皇帝那里讨个说法 三哥 只要你一声号令 我们马上集结兄弟 杀去皇宫 担了诸位和李懿 替大哥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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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了 替大哥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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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 altar 自保替 took 他从 critique 众其他许位овал 像余庄 一群 红颜火水 蜜天大花 江山如画 谁领难而写家 我要将爱 照高天下 我是红颜 也是江山 迎风绽放 顽固楼房 还我红装 一个榜样 我要将爱 照高天下 我是红颜 也是江山 迎风绽放 顽固楼房 还我红窗 一个榜样 我已将爱 照高天下 我是红颜 也是江山 绝带风华 春秋笔罢 秀丽江山 你我守华 秀丽江山 你我守华 你第一次 你一会认识 我的优优症 你一会认识 都想完成